大家好我是旭哥渥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密莎冒險 復活血神RS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實戰測試 這些角色呢旭哥只有做過就是 旭哥稱之為麻痺神角然後非常的大這樣 那那時候就是還沒有打這次最近這種活動關卡 那最近這個 可以一回收到活動關卡呢就是 打那種最難的難度的時候發現這角色非常的好用啊 就是我們這次的芭芭拉魔改過的芭芭拉 那旭哥就來講一下這隻角色的實測好了 那今天就做這個 那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觀看復活血神RS轉戰冒險攻略 那旭哥RANK795等 總戰力是264萬6201 2646201 那其實這隻角色呢在還沒有聖王出的時候 這些角色非常優秀啊 因為目前沒有聖王嘛 那這隻角色他可以就是BUFF全體的戰力 最主要是他的第三章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是因為有魔改過 魔改過所以他這個第三招一開場就可以放 那我這隻是練到46 因為他蠻好用的 所以最後應該會把他練到50等 那其實這隻戰力不高 但是其實最重要是他的招式 第三招放得出來就好了 那其他人就不用管他了 那第一招第二招我之前都講過嘛 都是蠻好用的暗屬性招式 我都練到RANK99 那第三招這個 佛朗明哥之鑰呢 就是把他覺醒兩次 他BP12 那這招魔改就是魔改在他的這個士氣 提升會變特大 然後效果兩回合 而且他的這個招式是迅速 迅速的話就是他一開 開場就可以放得出來 然後又是我方全體的迅速這樣 所以非常好用 所以然後他的這個 被動技能組有一個力量積蓄2嘛 就是戰鬥開始的時候回復之刃BP加2 所以他這招剛好可以跟這個 佛朗明哥之鑰搭在一起 所以你把他覺醒兩次變BP12之後 他一開場就放得出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這招覺醒兩次 然後就可以放出來 那實戰非常好用 而且這招因為魔改特大 所以他的傷害值會變得非常優秀 所以徐哥覺得這隻在沒有聖王的時候 他會非常非常好用的 甚至可以稱為就是BUFF的人拳腳 就是在BUFF這個 一些關卡的時候他會非常好用 就是可以媲美人拳腳 說不定還比人拳腳更好用 那我們打一下最難的這個 Romancing這個難度來試一下就知道了 那兩個小丑也打來看 然後這個也打來看 那徐哥的隊伍就是用這個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用那個就是 米爾札 用多彩戰隊然後 多彩戰隊的話就是他每個 像是第一位是擺腕力嘛 腕力我就用米爾札 然後第二位明傑當然就是墨鏡哥 不二人選嘛一定是墨鏡哥 那第三位速度 速度角我沒有什麼就是 因為我沒有抽萊莎嘛 所以沒有抽到萊莎 所以我就是用亞爾凱撒 因為亞爾凱撒有三個S的招式 然後第四個智力位換我擺魔龍弓 然後第五位就是 艾瑋的話就是擺那個 這個 這隻叫什麼 巴巴拉拉 我改過巴巴拉 那巴巴拉拉他的武器呢 就是用這把暗的槍 就是 然後使用槍家的那個聖石 大致上是這樣 好 其實 這一個 這關應該不一定要擺魔龍弓 應該是剛剛那 好沒關係我就用魔龍弓好了 打小丑是用魔龍弓會比較順 這個這一關要用誰啊 反正 好就先刷一下 其實這隻應該不應該用魔龍弓了 因為這隻不怕斬屬性 然後這個一定要手動 因為巴巴拉拉他那招不用手動放不出來 這是最大的缺點啊 佛朗明哥之妖最大的缺點就是不用手動放不出來 這是比較大的缺點 那每個都是放大招嘛 像米爾札 腕力威他就是放不動見光 然後陸法師都是放大招嘛 正妖的不死鳥 然後超高路三角 對這一關其實 應該要 佛朗明哥之妖 然後佛朗明哥之妖他在一開場就會放 他是迅速 所以他先反看 他這邊跳舞 然後你的角色的攻擊力都會上升 基本上打起來會非常痛 雅凱撒五萬多 然後這個超高速三角斬 打起來兩萬六千多 七萬多 七萬多 然後再加四萬多 十一萬 然後最後在米爾札再放 他就被秒了 有沒有打Romancy 然後一回殺 這個 米爾札打三萬九千多 雖然他是不怕斬屬性 但是因為威力太痛了 所以還是可以打到那麼多 那我們接下來去試一下小丑 小丑比較怕斬屬性 所以 打起來應該會更痛 那最主要會有這個就是 玩法是因為墨鏡哥的誕生 因為有墨鏡哥出現之後 角色都可以一回殺了 所以就是 跟巴巴拉搭配起來 那其他角色像是米爾札的出現 米爾札也是就是有SSS的技能 那其實有很多啦 你假如速度角就是 有抽到萊莎 後來也可以用 那我沒有萊莎 我就是用鴨爾凱撒 因為他這個也是三個S 真鴨爾不死鳥 那也是可以用的啦 好那就是這樣 那角就是你沒有 米爾札後來你也可以用圓 因為也是三個S 開場 圓在白金池就抽到 那我最近也是蠻常在用圓的 那一樣就是要用手動 這隻是小丑 欸我有跳到小丑嗎 好 就不要開AUTO 這個一定要用手動 沒辦法就是 因為這個佛朗明哥之妖 他就是要用手動才可以放得出來 那一樣就是都放大招 就是放威力三個S的招式 不動見光 然後這個刀蟹 牽蟹與刀刃 然後再鎮壓不死鳥 超高度三角斬 然後佛朗明哥之妖 這樣就是 這邊就可以輕鬆刷了 不過反正刷完 反正這個破完才拿50鑽 有時候都蠻懶的拿 才50鑽而已 還在那邊手動了 半天 好那 大招放完 然後增壓了不死鳥 43000多 然後超高速三角斬 46000多 強蟹與刀刃 5萬3 然後再打一個7萬多 也是差不多十幾萬 12萬多 那他假如是combo大的話會更痛 欸 他沒死啊 哇差一滴血 這隨便啦 後面就開auto就好了 他假如有聯繫到的話應該是一回殺啦 恩 這一隊的話 可能是在亞爾凱撒或是在 尤其是應該在魔龍宮啦 魔龍宮的那個 傷害值可能不太夠 沒有三個S 他只有兩個S了 比較可惜的是在魔龍宮 這種玩法應該通常就是打這種高難度的關卡在用 我去試一下其他關好了 有沒有什麼關可以試 然後打白銀皇帝的那個最後一關看看 這個有BOSS嗎 我們來打他打他試試看 那前面就用普攻好了 他被麻痺了 就把他普攻倒死就好了 哇 哇他寫那麼多啊 普攻還普攻不死他啊 這邊應該可以放佛羅明哥之藥了 放了放一放 都放 好這邊再第二回合放一下 這個跳舞還有音樂 佛羅明哥舞有沒有 這個效果不知道可不可以延續到下一回合 我來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可不可以延續到下一回合 看一下 有 可以延續 應該是可以延續到下一回合 有他有BUFF 就是他這兩個回合 有一個嗎 巴巴巴拉 有嗎好像沒有 承受的傷害下降 應該是好像沒有 靠 沒關係我這是 普攻一下 他要12才放得出來喔 那他打多久啊 好久沒有打這些黃金巴姆 放得出來嗎 我看一下 欸可以耶 可以放得出來 好 再來玩一次 好跳個舞 我們來實測一下威力 真假的不死鳥 他這個是不怕打屬性 但他怕羊屬性 所以四萬四千多 封切九千多 一萬九 一萬九再加一個斬的四萬三 好那我們看最後就是 米爾札應該放大招 米爾札大招 五萬多 滿輕鬆的 就是拿來玩了一下這個 其實我就算不用開也可以贏 我用AUTO就可以贏了 我只是想要玩一下 實測一下 其實這隻角色 這隻 除了很大以外他還蠻實用的 就是這次國際斧魔改之後 很多角色都變得很好用 像巴巴拉 像墨鏡格啊 像米爾札啊 就是 變得超好用的 所以國際斧其實是可以有另類的玩法 好這個佛朗明哥之鑰非常優秀 那他的圖也很棒啊 就很大這樣 好 這個今天又 再次實測了巴巴拉 因為巴巴拉值得實測很多次 好不好 就讓大家多看一下圖面 一個看側面一個看正面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去歌實戰路路到這邊 這個 我覺得可以在 還沒有出聖王的時候 可以加點用的這個 佛朗明哥之鑰 這個巴巴拉 我改過的巴巴拉 非常好用的 算是一個buff的人拳角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